第十二章 汴亚敏王 汴亚敏王是一位正义的尼妃国王 他得到其他正义的人的帮助 为他的国家带来和平 汴亚敏王老了 他想对人民讲话 向他们宣布下一任国王是他的儿子摩塞亚 所有的人民都聚集在圣殿周围 他们搭起帐幕 让帐幕的门朝着圣殿 汴亚敏王站在塔上 好让尼妃人能听到他讲话 他告诉人民 他一直都努力地为人民服务 他说为神服务的方法就是为彼此服务 汴亚敏王要人民遵守神的诫命 那些中性地遵守诫命的人会很快乐 而且有一天能跟神住在一起 汴亚敏王告诉人民 耶稣基督很快就会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 他母亲的名字是玛利亚 耶稣会行奇迹 为病人治病 救活死去的人 也能使瞎子看见 笼子听见 耶稣要为全世界的人的罪受苦而死 凡悔改并且对耶稣有信心的人 他们的罪必能得到宽恕 汴亚敏王告诉尼非人 恶人会鞭打耶稣 然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会在死后三天复活 汴亚敏王演讲完后 尼非人都跪在地上 他们为自己的罪感到后悔 想要悔改 人民对耶稣基督有信心 他们祈求能获得宽恕 圣灵充满在他们的心中 他们知道神已经原谅了他们 也知道神爱他们 他们的心里很平安、很快乐 汴亚敏王告诉人民要相信神 他要人民知道神创造了万物 并且具有智慧和权力 汴亚敏王告诉人民要谦卑 每天祈祷 他要人民时时刻刻都记得神 并且保持忠信 他告诉父母们 不要让他们的孩子打架吵闹 他告诉他们要教导孩子服从 彼此相爱、彼此服务 他也警告人民 要留心自己的言行思想 他说他们应当在一生中都忠实地遵守神的诫命 彼此坏门王问他们是否相信他的教导 他们都说相信 圣灵改变了他们 使他们不再想做坏事或犯罪 他们都立下了圣约 也就是答应要遵守神的诫命 贝亚敏王因此感到很高兴 贝亚敏王任命自己的儿子摩塞亚为新国王 过了三年 贝亚敏王去世 摩塞亚是一个正义的国王 他努力工作 为人民服务 就像他的父亲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